造林的话你就比造成本 陆地森林的造林成本每公斤到一百万 高北森林有多大的面积 有三百公斤 所以你看如果用陆地造林的方式 我来造整个这样保围这个稳定海岸线的话 我就要花三亿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价格 是价值的 价值的 那价值你看 在这个稳定海岸线它就是三亿 它就要花三亿 就是只是三亿 净化水是最惊认 净化水是 我们知道一个污水流过湿地 因为这里面的微生物的作用 植物的作用 它会把这些营养吸收掉 如果没有湿地的话 我就必须要盖一个污水处理厂 盖污水处理厂很贵的 一座污水处理厂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好我这边没有醒来 你们知道盖座污水水上多少钱吗 五十有亿 五十亿 然后然后 那个是最低阶的 一级二级三级 你们知道吗 一级是什么 一级的话就是蓝颜污水 看起来很足的水 变清澈 可是里面的成分 没有变多少 营养还是很高 我们去测过 我们都用自在水去浇花 因为里面营养很高 够了 脚酸 那个瘾酸炎那个浓度都很高 对 我们实际上去测过了 那你真的要降低这些营养 真的达到那个水 你就是要装什么 你可能要装过滤器嘛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 去里之水啊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 可是你污水处理厂 你就必须要用二级或三级的处理 那二级三级的处理 那个成分更高 所以不是只有五十个亿的解决 好 我们就先保守估计五十个亿好了 好 换句话说 你看污水处理厂的建造 没有每CMP CMP就是每天一吨 你处理一天一吨的水 你的成本就要四万两千三万一十四元 那清水大牌的流量多少 每秒三吨 每秒三吨 所以你看 我这个高维师 一直在帮你处理这些水 然后再流到外面去 外来去 所以它相当于109亿 把它拖了110亿 现在污水处理 那个浸水的功能 它的服务就值了109亿 好 营养循环我们就没有再算它了 因为我们 这部分其实有一点 double counting 就是说重复算 我们为了客观 我们就不要再去算 营养循环的部分 因为营养循环 基本上也是吸收这些营养 然后有机转无机 大概就这些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就算了 好 再来我们看二氧化碳吸出 我们刮合作用 我们会吸收二氧化碳 那现在有碳碎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去算看看它能够吸收多少 二氧化碳 然后转化成 以后它可以交易 所以这个碳碎 那我们很认真的去做了 以机围兆 还查看各种各样的食物 我们都去算了它的 基础生产力 那光头作用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吸收多少的氧化碳 那算完之后 每年高美式地 可以吸收91吨的碳 或者是336公吨的氧化碳 看起来好像不少 对不对 看起来不少 可是我们如果把它除以 每公吨氧化碳只有550块的话 其实它只有只18万而已 有点失望 对不对 我们也是很失望 不过这个碳的交易价格 现在就是这么低 所以那个没有办法 那但是以后 当然有可能会再 继续往上涨 可是对于这个二氧化碳的吸存 这个部分 那它 就是说吸收的部分 它大概就只18万 但是更重要的在这里 存在底下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研究生 我这个都是 前后大概不知道多少个研究生 做过这边的研究 把这些资料 慢慢把它凑出来 所以你说拆 这个总要依据 好 那我一个研究生 就开始去挖土 每个境界都去挖 你看高梅师弟三百公顷 都很大 退潮的时候才能快 趕快去挖 为什么 因为展潮它就挖不到 那个危险 所以要退潮去挖 挖了 挖了一年的土 然后去算 去分析里面 到底那个碳有多少 结果让它做出来了 那我们去算一下 天安挖 你说为什么只挖30公分 挖不到 挖不到 根本没有办法再挖下去 那除非用外手才有可能 好 那即使我们只算到30公分 你看这里面 1公分 1公分 10的 多少 6次帮公顿 好 没有 10的9次帮 还是97 10的9次帮 所以你可以看到357.59公分 如果我们乘以每公顿的碳 它这边就有1亿9600公分 1亿 碳的储存的部分 所以这个价值就高很多了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就是说湿地的真正的重要的功能是在 不是碳吸收 而是碳阻屋垂 阻屋垂在那边 好 再来 稳定期以后 我们就算了 那 它会释放氧出来 刚刚我们算了吸收二氧化碳 释放氧 释放氧的话 我们就用什么 你就用医院的好了 我不知道这个医院的这个价格 我们去查的 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你看回充 1100克的氧要700块 如果说这每年产生了482公顿的氧的话 它这边价值是3亿 3亿 好 这看起来应该合理 对不对 再来 支持外部生态系统 我们怎么做 很简单 因为它会生产食物 去喂这些生物 所以我们就说 如果说 我们用人工的方式来培育这些饵料 你如果没有高美湿地 没有湿地的话 就必须用人工的方式来培育饵料 然后喂这些生物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花多少钱 去培育这些人工的饵料 鱼饰料好了 鱼饰料是很贵的 你们如果有养鱼的 你就知道 你可能每次买没有多少钱 可是你如果算算 它单位重量的那个成本还蛮高的 好 这边一年91.72公吨的碳 然后我们算饵料的价格 这样算起来 这个部分它值得四亿一千四百万 四亿一千四百万 这个就是自治外部的生态系统 好 初级生产量就是生产这么多的有机物 这有点奇怪 你说那个二六就四亿 对 可是里面的鱼才多少 九十二万 因为那个鱼饰进来高美食地被我们抓到 可是更多的鱼饰在外面 台中港外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的鱼饰量还要管外面 对 因为高美食地它就是会输出很多的食物到外面去喂这些鱼 这样都会是吗 它去去喂外面 所以我们才外面 台中港外海后面我们才能抓到鱼 因为很多鱼它的食物都是从高美食地的湿地输出去的 那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你的那个蒜鱼是不是应该连外面的一起删 应该只删九十二 那你可能要算算对下去了 我们只能看目前在这个范围 那个是你可获得的直接的部分 那这个是它间接地去 我们喂这些鱼 这些鱼又间接地去喂大鱼 然后去做其他的那个 是 支持生物系统的部分 所以我们说它定义它是支持外面什么系统 好 OK 所以一样 抓得到的才算你 对 抓得到才算你 好 那 初级生产量的话 我们一样就照这样的算法 就是说你看这些藻类它会 呃会这个光的作用会生成很多的有机物质出 所以我们如果用人工的方式来培育这些有机物质 你就用有料的价格来算 我们算出来这个六亿 大概有六亿 好 那再来生物多样性 那生物多样性这个部分我们就做了很详细的调查 我们把整个高美斯蒂的有什么样的生物有几种 它的量有多少 有哪些特有种新有种外来种 我们全部都把它量化了 好 我们全部把它量化 量化之后 我们就想说你要培育这么多的生物多样性 你要花多少钱 所以台湾随餐养食的发达 对不对 好 就用随餐养食的价格成本 跟要去培育这么多的生物多样 你要花多少成本来算 好 那我们就算了 你看 所以算出来之后 我们就发现 如果要培育这31种的经济羽种 我们就要花3亿 那18种的非经济羽种 它有价格 价值比较低一点 还要花4千万 那这个部分 我们还没有去算建造这些养殖食的成本 我们只算的是它的维护的成本 每年大概要500万 每年大概500万 所以你用这样来算的话 你会发现在生物状件这个部分 它至少也值了好几个亿 在这边 就是说你要培育这么多的生物出来 好 所以我们把刚刚的 我们能够算得到的 我们全把它加重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鱼眼 我们抓得到鱼的只有92万 然后呢 预防海啸的1亿 3600万 困定季后3亿 困定寒暗线3亿 进化水质109亿 二氧化氮系统1亿9千 1亿零986万 那支持外部生态系统4亿 营养循环 我们就不再大后短定 那么初级生产量6亿 生物各样性3亿 合计133亿 我们每一项都有根据 我们每一项都有根据的 不是猜的 不是猜的 好 那再来 我们还忽略了一个什么 我忽略很多啦 对不对 文化 文化我们能够算的就是什么 油气的价值 游戏价值很好算 你只要把它问卷就好了 你可以运花多少门票来高美式地 我如果今天给你收250 你要不要来 来 我如果收500 你要不要来 考虑一下 所以你的价值 高美式地对你的价值就250 那你只要算多少游客 那就好了 所以我们算了可以 景观游戏的价值4900万 生态油的价值4400万 我们也都算过 OK 好 所以我们就把 刚刚的我们就把它加一加 来我们来看一下 供给调节支持133亿 文化4900万 加总133亿 6200.5万 高美式地 如果用300公顷来计算 每公顷的价值多少钱 133亿除以300公顷 4454万 相当于每公顷 150万美金 每公顷150万美金 所以如果我今天 高美式地可以被开发 然后我只开发0.2公顷 我就付个贷金 对不对 那你要付多少钱 0.2公顷 你要再多付890万 我们就这样把它算出来 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我也觉得不合理 可是你有没有更好的数据 说服人家 因为你开发了 你开发了那0.2公顷 你会影响到附近的 所以它实际上 对其他的那个影响 是伤害是更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乘以2 乘以3 乘以4 可是你至少有一个依据 告诉人家说 我们这样算出来是有依据的 而且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各位 这个每公顷150万美金 已经远高于 全世界 对实力的价值的评估 最近的一个报告 最近的一个报告 三五角 三五角大家公认是很重要的 它的重要性可能比实力还要高 三五角 一公顷 他们估计 在国外最新的资料 40万 我们已经到150万 所以我们已经比人家的三五角 更高到好几倍了 会不会是你 你预算的时候 喂的鱼饵太少了 老师那个0.2公顷 扣得太多了 特别算0.2公顷 是什么用 因为你前面没来 所以你没提到 0.2公顷是说 就是说 假设我们师弟 如果他要补偿 代金补偿的方式 对我们规定就是0.2公顷 以下 因为师弟保育法规定的 不是我们规定 师弟保育法规定 0.2公顷以下 你可以用代金 如果说前面 这些都通过了 他准于你用代金补偿的时候 我们就试算了一下 以高美师弟这样的例子而言 他要付多少钱 那他要付800多万 这个没有包括 土地的几个价格 没有包括其他的成本 就是单单 他只是要用这个师弟 他必须付的这个代金 就是890万